前世纪画面中可以看到15号晚上10点多 男子在新北市新店慈激医院外 对空冥枪后随即拔腿狂奔 警方后报后立个到场进行了解 但是到达现场时并没有发现遗留了蛋壳 只有男子的前女友还留在现场 因此将他带回派出所离清案情 根据了解当时证明有多项毒品前科的39岁汪姓男子 与34岁的邱姓前女友在医院外发生口角 嫌犯因为不满女子没有把小孩照顾好 才会造成小孩生病 因此当场开瓦斯枪泄愤后随即离开现场 而警方根据监视器画面追查逮捕到这名嫌犯 严警问他枪藏在哪里时 一开始他还恍生丢到河里 后来又改口藏在花圃 目前警方已经将枪支带回警局 后续也将进行调查枪支来源 并且厘清真正的开枪原因